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下 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妄想彻底破灭 不得不对侵华战略做出重大调整 日本侵华战略由原先的军事进攻为主 正直右翔为辅 转变为正直右翔为主 军事进攻为辅 企图以承认国民政府存在为条件 又使国民政府对日妥协 同时大大减轻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 集中力量巩固占领区 其主要任务是恢复华为地区的安定 并确保主要交通线 日本还建立长期自己的作战体制 以适应持久战争的需要 乔尔沟天主教堂是延安少见的戈特式建筑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 在这里召开了被毛泽东誉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组织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 确定了共产党在抗战先出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 并把全党的认识统一到正确的思想上来 确立了毛泽东统治的领导地域 统一了全党的思想 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 被实现党的抗日战争的领导奠定了基础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 毛泽东做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 指出 抗日战争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之时 同时即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之时 由于新阶段中将遇到比以前更多的困难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应该适应这种情况 而表现起向困难斗争 并将任何困难战而胜之之伪力 会议主席团决定 由毛泽东起草一封给蒋介石的信 向现于武汉会议战困局中的蒋介石表明 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的态度 信中写道 抗战形势由渐渐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 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 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 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 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 坚持持久战争 动员新生力量 克服困难准备反攻 毛泽东的亲笔信 对于面对武汉会战失败 国民党党内投降言论 甚嚣尘尘上的蒋介石 无疑是一种莫大的支持 其后 朱德又会见蒋介石 并向他介绍了八路军一年多来的战绩 提出可以帮助国民党进行游击战的培训 蒋介石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 并在随后的军事会议上 确定了国共联合举办南越游击干部训练班 南越恒山 著名的清静修行之地 但在1938年 中华大地被日本侵略者肆意践踏之时 佛教圣地也融入到抗战的洪流中 中国共产党派叶剑英等三十多人 到南越参加训练班筹建和教学工作 国民党也从各战区部队按分配名额 选送校级和卫级军官前来学习游击战 叶剑英在讲授游击战和政治课时 听课人数打两三千人 课堂容纳不下 值得在广场讲大课 白冲席非常欣赏毛泽东的论职酒站 特向培训班教育长汤恩博推荐 要其将摘要发给学员们学习 南越游击训练班 是在抗战最危机关头 国共两党合作最具体的行动之一 对增强国民党部队长期抗战的信心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就在共产党努力加强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候 日本加强了反共宣传 挑拨国共两党关系 企图分化瓦解中国的抗战阵营 以达到日本军事进攻达不到的目的 1938年11月3日 日本首相禁卫文某发表了东亚新秩序声明 被称为第二次禁卫声明 这个声明 一改1938年1月16日第一次声明 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姿态 在合作 提携 互助等道义招牌下 对国民政府发出政治诱响 禁卫声明 立即得到了汪精卫集团的响应 1938年11月 日汪双方代表在上海正式谈判 就汪精卫集团脱离国民政府 另立伪政权 推行和平运动等问题 达成协议 同年12月中旬 汪精卫 陈碧军 周佛海 陶锡胜 曾仲明 陈公博等人 分别逃往越南河内 12月29日 汪精卫发表 致国民党中央和平建议的电报 又称燕电 要求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 以期恢复和平 汪精卫集团的叛国行径 遭到国共两党 及全国各界人士的猛烈讨伐 1939年1月1日 国民党中央通过了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 撤销其一切职务的决定 1月5日 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用一切方法打击卖国叛党的汉奸汪精卫 拥护国民党中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 5月31日 汪精卫飞敌日本 与日本商定了建立伪中央政府的有关问题 12月 汪精卫集团又与日本秘密签订了 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 及秘密谅解协议 通过对中国主权的大出卖 汪精卫集团取得了日本对其傀儡地位的最后确认 1940年3月 汪伟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 委配合日本对重庆国民政府的右翔 汪伟政府特意留出一些部长职位 汪精卫也以代主席自称 目的是虚位 以右蒋介石和国民党要人加入 由于日本侵略者实行政治右翔为主 军事进攻为辅的策略 正面战场压力相对减轻 国民党顽固派防范 限制共产党的言论 又开始抬头 1939年1月 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 确定了限共 防共 容共的基本方针 在此前后 各种反共舆论开始蔓延 反共摩擦事件在各地频繁发生 在1939年初开始的半年多时间内 国民党顽固派在河北 山东 湖北 河南 隆东 陕西 湖南等地 频频制造摩擦事件 反共惨案不断 三八年底吧 就是武汉广州失守以后 抗日战争进入到了相似阶段 这个时候一方面 日本加解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右翔 另外国民党这个时候 制定了一个限共 容共这样一个方针 它跟第一阶段不一样 第一阶段它是团结 是吧 国共合作 团结抗战 这个时候它想通过抗战 来限制共产党 来融化共产党 所以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就出现了一些摩擦的事件 甚至掀起了一些反共高潮 1939年11月中旬 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 通过了以军事献共为主 政治献共为辅的新方针 在这个方针指导下 国民党顽固派在军事上 动用军队对付八路军新四军 在政治上叫嚣取消共产党 1939年12月 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 进一步升级 由制造小规模的军事摩擦 发展成为在几个地区 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抗日武装和根据地 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从而形成第一次反共高潮 讲解是国民党的政策发生了变化 但三百年十月以后 他又去召开了五届五中和五届六中全会 按照讲解是的话来讲 就是扛我朝鞏 双摩七下 所以说在这个战略的相识阶段 讲解是发动了三次反共挡潮 而制造了像瘸山残感 神仙残残感 博山残感 孰清一些残感 屠杀了 趁钱上万的八路军新四军的 制战员和一些抗制的一些 赶募群众 1939年12月 国民党湖中南部 袭击并占领了 陕甘宁边区的巡邑 镇园 纯化 正宁 宁县等五个县城和16个区 八路军 实行有限度的自卫反击 制止了国民党顽固派 对边区的大规模军事进攻 针对蒋介石集团的反共阴谋活动 中国共产党从维护国共合作 坚持团结抗战的大局出发 有步骤的开展了反摩擦 反投降和反分裂的斗争 揭露蒋介石反共阴谋活动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 进行了自卫回击 通过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 从而扩大和巩固了 抗日民主统一战线 早在1939年3月 阎西山就召开了丘陵会议 决定解除共产党员的兵权 1939年11月29日 阎西山密令锁部 准备进攻进西南的新军决死队 和八路军进西支队 同时摧毁进西南各抗日县政府 和抗日团体 进西南新军在八路军进西支队的协同 苦战十天突破严军的包围 向进西北转移 1940年1月2日 进西北八路军和新军发起反击 迫使严军于1月13日退回进西南 因为抗战初期 它跟我们共产党合作 是吧 包括建立了统一战线的组织 西蒙会 新军 但是随着抗战的发展 随着共产党力量的发展 特别是新军的发展壮大 它感到对它是个威胁 所以它要剩弱共产党的力量 来遏制新军的发展 所以最后发动了近西事变 也叫12月事变 近西事变发生后 中共中央采取了有礼 有利 有节的方针 妥善处理了这次事变 打击了国民党 反共顽固派的妥协投降阴谋 发展了抗日武装力量 巩固了三西的抗战局面 并且争取到阎锡山 继续留在抗日阵营 维护了中国共产党 与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 1939年12月至1940年4月 国民党军第69军十有三部 和第97军珠淮兵部 进攻济西济南地区 八路军第129师 遵照八路军总部的命令 于1940年3月4日 在平汉路以东地区实施魏东战役 痛击进犯的十有三部 于4月3日 全部收复魏河以东地区 同时第129师 于3月5日至8日 歼灭进犯的珠淮兵部主力 收复了武安 涉县公路以南 临县以北地区 至此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被彻底打退 1940年3月11日 毛泽东在延安 做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 策略问题的报告 总结了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 毛泽东指出 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 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 而要达到此目的 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 争取中间势力 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 对于顽固派 必须看到他们的两面性 贯彻既团结又斗争 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 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后的 国民党顽固派 并未放弃反共立场 这时 国际法西斯势力十分嚣张 1940年9月 德国 意大利 日本 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 标志着德义日法西斯军事同盟 正式形成 在日本右翔 德意劝翔和英美极力拉拢的国际背景下 蒋介石认为时机对他有利 反共活动再次活跃起来 1940年10月19日 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英钦 副参谋总长白崇喜的名义 向巴洛军总司令朱德 副总司令彭德怀 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命令 县令八路军新四军 在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的进查地区 与此同时 蒋介石调整其军事部署 将包围陕甘甘宁边区的军队 骤增至40万之多 面对国内抗战局势的严重危机 中共中央从固权抗战大局出发 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 及时提出挽救危局的方针和对策 表示新四军挽南部队将遵令北夷 到1941年春 新四军部队在这里从2万人发展到9万多人 因路于大远 入南行 1月6日才到达安徽京县的茂林地区 却突然遭到国民党军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 新四军部队血战7天7夜 伤亡惨重 1月12日 国民党丸军五个师 对被围的新子军挽南部队 实施向心合击 夜庭指挥部队与丸军做殊死搏斗 但中阴寡不敌众 弹尽两绝 至1月14日 除两千余人突出重围外 其余六千余人大步壮烈牺牲 一步被俘 军长叶挺在与国民党完军做最后谈判时被扣 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 副军长向英 副参谋长周子坤在突围中遭叛徒杀害 1941年1月17日 蒋介石国民党当局悍然宣布新子军叛变 下令取消新子军番号 将夜庭交付军事法庭 从而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向顶峰 在晚南事变中牺牲的六千余名新子军战士 他们没有牺牲在阻击日本侵略者的前线 却葬身在了自己人的包围圈 千古齐渊江南一夜 同事操歌相间合集 面对抗战以来最严重的分裂危机 中共中央提出在政治上去攻势 在军事上去守势 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 向国民党方面提出质问和抗议 一月十七日 周恩来打电话怒斥和引亲说 你们的行为是亲者痛仇者快 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宋庆林 何湘宁 刘亚兹等联名致信蒋介石 谴责政府当局对新四军的迫害 要求释放液铁 中国共产党 适时提出合理的九项目的善后办法 得到了国民党内进步人士 和全国人民的广泛知识 英 美 苏等国也纷纷施加压力 要求国民党当局缓和国共纠纷 避免内战 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瓦南事变 惊醒和教育了 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人们 孤立了他自己 中国共产党的坚定立场 和维护抗战大局的态度 赢得了多方面的同情 扩大了群众的影响 提高了政治地位 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入空前孤立 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活动 在民主人士的积极努力下 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保证 今后绝无剿共军事 声明要与全国友军 亲爱京城 合中共济 共同一致 抗战到底 至此 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终被击退 被吸引战 声许 灵难失weit的时候 这个军事方面的进攻 这里是重庆戈勒山上 一处非常隐蔽的地点 时至今日 如果无人指点 也很难找到这座 貌似普通宅院的秘密囚室 叶婷就曾被关押在这里 并写下了慷慨激昂的 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叩叫着 爬出来吧 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声音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烈火将我连着火丸彩 一起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 得到永生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布 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 一月二十五日 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沿城成立 重建后的新四军 拥有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 人数达到九万人 是蒋介石取消的国民革命军 新编第四军的人数的十倍 此后 新四军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 在国民党掀起的多次反共高潮逆流下 中国共产党站在抗战全局的高度 忍辱负重 力挽狂澜 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成为坚持团结抗战的 中流砥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编和您的词 您的词 个note 专 erg字幕 都应该去 然后